今天謝謝館長 謝謝謝謝 不要不要 真的是你的辛苦 活動了一整天 真的是肚子都餓了 看到這樣 一桌菜這麼豐盛 看著哇 精神又來了 補充能量 補充能量 看著眼花繚亂 所以每次來到三年溪這邊的話 都可以吃到這麼豐盛的美食 最主要是我們這邊的菜色 還是以再低的食材為主 那因為三年溪本身 我們是做環境教育的 我們有一種理念 就是說就地取材 是減少這個運輸的成本 運輸的食物旅程 所以減能減到的之下 採用當地的食材又新鮮又便宜 所以我們的菜的特色 其實不會說很豪華 純粹是在地的食材為主 就在地為主 是是是 這樣就有在地的味道 是是是 沒有錯沒有錯 對啊來這邊 不管是登山健行 或來這邊生態的觀察 吃個美食喔 非常的圓滿 非常的幸福 這個青菜的話 也是在地的 這個完全是在地的 這個在別的超市 還不容易買到 這個叫三芹菜 你嘗嘗看 嘗嘗看 它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這是很特別的這個 這個青菜的 三芹菜的味道 某的味道非常的 這個口感很脆 是因為說它 它在我們陸谷附近 當然海拔不是比較低 算是比較中海 接近中海拔 它長出來會特別嫩 所以它不會 台語就很乾 就是老化 它是非常嫩的 它吃起來很有味道 非常有味道 對 芹菜的味道 它是非常的香 非常的滋味 完全是一種芹菜 那這種野菜在山林基野外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保護生態 我們是收集農民 專門去種植 在陸谷這個地方 這個山芹菜是一個特殊 那像這個是 這就是半天筍 半天筍 半天筍你知道嗎 就是 檳榔 檳榔的那個花包 嫩的花包 它也搭配的是 那是桂尿 這個桂尿可以嘗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絕對它不容易有病重害 對 所以這個桂尿 一般的草的桂尿 都是拌什麼滑蛋啊 那些小魚竿 但是我們這邊不一樣 我們是用汆燙過 直接淋上我們南投特產 新義鄉的特產梅汁 梅汁 所以它吃起來會非常的爽口 所以它是用一個拼盤的方式 這個雞肉還用我們 埔里酒廠特有的埔里紹興酒 去醃製的這個紹興雞 可以嘗嘗看 這個餐前吃得非常好 很開胃 是… 酸酸的梅子 夏天吃更好 因為天氣炎日的時候 這種冷潭 搭上梅子汁很爽口 非常爽口 那特別強調是我們這邊的竹筍 竹筍在竹山陸骨地區 算是特產 那這個季節特別強調就是東筍 有…從西頭這樣上來到三林溪這邊 竹筍是這邊的一大特色 是… 而且這竹筍就是那個比較粗的孟中竹 對… 所以我們吃的筍只是算是孟中筍 孟中筍 那這道菜它是搭配龍鬚菜 是… 龍鬚菜一起… 龍鬚菜我們附近也有很多農民在那邊 好…去吃一下這個在地的孟中筍 這個龍鬚菜的這個口感也很嫩 它很脆 可是很嫩 可是很入味 所以像這筍子可以來滷之外 像炒、煮湯 這樣這個又煮湯 這個就是冬筍的湯 這是冬筍湯 對… 讚喔 切片 這個口感吃起來就很脆了 這跟排骨一起燉 是… 好…來到三林溪 這個海馬… 潮度一些 有一個高度了 有一個高度了 所以這個溫度是… 是… 比較涼爽、比較冷的 不過這中天會到幾度啊 這邊 我來… 來這邊那麼多年了 碰過最冷的一次 零下七度 有到零下七度嗎 零下七度 那有下雪嗎 碰過兩次下雪 2005年一次 然後2015年 好像… 1月份有下了一次 有下一次 但是2005年那一次下得最大 這邊積雪差不多有三十公分 那個雪井… 那一定是非常漂亮 留一些進入太太的 是… 這個湯好喝喔 非常的棒 那這邊冬天來喔 其實這邊冬天不會那麼的… 像台北那麼的潮濕 所以說冷喔 那種感覺還好 但夏天來的話 那就舒服了 夏天來的話… 夏天來這邊避暑的… 是… 這個… 這個… 夏天來的話… 光我們這個瀑布的負離子… 身體奮鬥精… 這樣的話… 我們夏天來的話… 這邊平均氣氛差不多… 白天差不多二十度 那晚上… 很多人到房間要照冷氣氣… 我們說不用冷 晚上還要蓋棉被 晚上夏天的話差不多四五六度這樣子 其實我對三明溪的第一個印象… 是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國中第一次露營… 那時候還都不懂這個戶外… 然後也不知道什麼裝備… 那時候老師就帶我們來溪頭…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還走… 應該是… 現在那個產業道路… 那時候是泥土的… 是… 然後就說來三明溪這邊錄影… 那邊走到… 有一個公寮… 就是在那邊過夜… 對… 我那天… 那一晚上把我扔死了… 那時候… 只帶了一個那個毯子… 那時候都沒什麼睡袋… 什麼… 就跟著老師來錄影… 所以說… 對三明溪的… 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就會海拔一千六百公尺… 所以一般來講… 跟平地的氣溫… 差不多差10度… 嗯… 所以平地如果20度… 我們這邊就差10度… 所以… 如果說重展是夏天… 你錄影的狀況… 那個的確是要… 像蹲山一樣… 要有一些… 保暖的睡袋才可以… 對… 那時候才國中… 古一還國二… 我還記得… 然後跟著老師就… 提了很多裝備… 然後就來到… 那你西阿重走走過吧… 西阿重走… 我們是上次有拍節目… 是從… 從那個… 明月縣… 然後經過水樣森林… 然後來到山林溪這樣… 這樣子嗎… 從那邊… 對… 那趟… 路況也不是很好… 其實西阿重走… 是我們那個年代… 大學生的回憶… 對對… 我都走過… 民國72年… 從這裡走到奧利山… 對… 那時候… 這個大學生… 不走這條路線… 還會變成要笑的… 非常熱門… 這是很多人… 應該說… 四五年級的… 青春記憶… 是… 就是走西阿重走… 或者是阿西重走… 那時候真的是… 很火紅… 這條路線… 然後也很多… 故事… 那因為… 九二一地震… 靠奧利山那邊… 就崩塌得很嚴重… 所以現在有人… 走這條路線… 幾乎都是走到… 明月神木跟… 水洋森林… 我們假日… 很多… 很多登山街的朋友… 都會從這裡走進去… 吃點飯碗… 好… 這個是… 這個也是特製的… 這個是… 用筍子… 這個我們名稱叫… 筍香烤飯… 這不是油飯喔… 對… 不是… 一般的飯… 筍香烤飯… 炒過了以後… 放在這個鐵鍋裡面… 去烤… 它會帶點烤… 烤飯的味道… 好… 好… 一定常吃… 所以這真的是… 有在地的味道… 在地的這種食材… 我覺得也是… 非常入味… 還是要強調說… 我們這邊的食材… 是… 比較去盡… 究竟取材… 就是在地的… 一方面是照顧農民的身體… 一方面… 這樣的食材… 是最新鮮的… 對… 那這道菜就厲害了… 這個豬腳看起來… 很特別料理喔… 它這個… 真的有… 黑黑的… 這個是什麼樣的材料… 這個應該是中藥材… 中藥材… 植物名稱叫南無味子… 台語叫做紅骨爪… 紅骨爪… 紅骨爪… 這個紅骨爪… 這個紅骨爪… 這個豬腳… 跟豬腳一起弄… 它算是一種藥膳… 藥膳的一個… 可以常常看 味也是很特別… 對… 所以它的汁液… 會有紅色… 是豬腳… 會有紅色… 它是跟花生… 一起來燉煮的樣子… 好… 煮到爛… 搞笑… 這種常在爬山… 要多吃豬腳… 就補充這個膠質… 對… 那你問館長… 你來這邊多久了… 我來這邊… 滿… 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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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非常長喔… 所以… 是什麼樣的戲… 你把你留下來… 十五年了… 其實我… 年輕剛退婆在台北… 待了快… 十一年… 那… 因為我本身是… 鄉下長大的孩子… 我喜歡大自然… 那剛好有一個機緣… 就是說… 九二一地震… 三零七… 封閉四年了… 它… 重新開園了以後… 它招募所謂的… 生態解說園… 這個倒是… 符合我的喜愛… 所以我就… 所以你最早來的時候… 是當解說園… 是… 生態方面… 生態解說園… 我就解說園… 那這邊工作… 就… 就… 留下來了… 沒有… 這個本身是我的興趣… 我是刻意從台北來… 應徵這個解說園… 所以… 純粹是想… 千斤大自然… 所以剛好… 三里基有… 那麼豐富的生態資源… 剛好是我… 發揮了一個… 很好的場地嘛… 所以每天… 白天看… 動… 動植物… 晚上… 看夜間的… 這個… 夜行性的動物… 都是我常常去做調查… 包括… 複裕這個螢獲蟲… 長期跟… 特徵中心去配合… 我們也… 取得一些… 初步的成果… 所以這樣… 說起來我們也是… 志同道合… 當然… 所以我今天… 見到賴老師太高興了… 賴老師長… 那真的… 謝謝你… 大家都… 多給我們指導… 多給我們指導… 謝謝… 來這邊感覺很棒… 空氣好… 然後整個環境又… 是… 可以好好放鬆… 館長又非常的專業… 來這邊… 館長帶你們去解說就對了… 他對這邊最熟悉了… 謝謝… 謝謝館長… 謝謝館長… 謝謝… 真的是… 真的